好,在之前的影片里面 我们以曲线板为例子 介绍过怎么样在MAYA里面 绘制曲线的各种方法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制作 像曲线板这样子的3D物件 在MAYA里面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其实最好的答案 以MAYA来讲的话 就是不要使用MAYA的 曲线曲面工具 而是用多边形建模工具来制作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之后在介绍多边形建模的时候 会再进一步的说明 那但是在这段影片里面 我会简单介绍 就是用曲线曲面工具 怎么样做出一个 有曲线的轮廓 但是有厚度的物件 那我们也会展示给大家看 MAYA里面的这些指令 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好 我们切换到MAYA 好,那我先把后面的参考图层关掉 好,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一条最外侧的曲线 如果我们不考虑物件的厚度 只是要让它 就是把这个曲线的内侧 整个填满成为一个平面的话 那我们可以使用PLANNER这个指令 那这个指令在蓝色的工具列 好,这个地方 这个按钮叫PLANNER 好,按下这个按钮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会把我们所选的曲线的内侧填满 好,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一个指令的缺点 就是会有很多地方会出现缝隙 好,那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 就从很早的版本的MAYA 就存在这个样子的问题 那在其他一些 不管是3D MAX 还是像Rhyno啊等等的这些 其他的建模软体里面 并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但是MAYA也一直就把这个问题 放在那边不去处理它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 我说MAYA并不适合来处理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物件 好,那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云板它其实本来是一个空心的物件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空心的 好,所以如果 因为我们刚刚做的 是整个内侧全部都填满 那如果我们要像 这个按钮本身中间是空心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就先选到最外侧的曲线 然后再选 按住Shift 点选内侧的曲线 再按下Planner 那它就会挖出这个洞 那它就会挖出这个洞 那选择的顺序就并不重要 那这样子选完之后 再按下Planner 好,那就完成了 我们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我只需要一个平面 不需要有厚度的情况 那如果是要有厚度呢 就像实际的曲线板一样的时候 好,那这边我先回复回来 好,那我用透视的视窗 比较好展示这个功能 好,要做出有厚度的物件的话 那我们就要使用Surface这边的Bevel Plus 这个指令 好,Bevel这个指令 一样可以做出厚度 但是它只有做出外墙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它上下并没有把它封起来 所以这个是Bevel这个指令 而如果我们使用 Bevel Plus 那它整个就会做出厚度出来 好,所以接下来 我就来介绍一下 Bevel Plus 这个指令的详细的参数 我们开启Bevel Plus的选项 好,那我们看到 选项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 CreateBevel Bevel指的是说 当我做出一个有厚度的物件的时候 它在最靠近 靠近最上面跟最下面的地方 会不会有所谓的倒角 好,那我先把这两项先关掉 就是我们先不用倒角的功能 单纯来看 让它做出厚度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那这边我们看到 这样子做出来的就是一个 平平的 有厚度的一块曲线板 好,那它的厚度就是由Extrude Distance 这个项目来决定 所以在这边它的厚度就是0.25个单位 好,那Bevel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我们接下来看 Create Cap Cap 是盖子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就是决定 我们这个做出来有厚度的物件 上下会不会缝起来 我先把这两个都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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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用度回来 好,那Bevel Plus这边 我把上下Create Cap都关掉 按下Apply 好,那我们看到的 它就是只有侧边的部分 好,那我先用度回来 好,那我先用度 上下两个只选其中一个 那像这个是加上上盖 那这个我拿掉 好,这个是只有下面的部分有盖子 好,那当然 合者为上,合者为下 要看整个曲线绘制的方向 那所以通常不用特别去记 就是这两个你试看看 如果你要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 凹盒子的感觉的话 就稍微试一下就好了 好,那如果我们 那如果我们要在中间挖洞的话 跟前面Planter的例子一样 就是我们先选最外面的曲线 然后按住Shift之后 再选中间的曲线 然后我们再用Bevel Plus的指令 那这样子就可以做出挖洞的效果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倒角的部分 那这边我先等度回来 好,那我把CreateBevel 这两个项目先勾起来 然后我把厚度稍微加厚一点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看到它的效果 好,那我们就看到这边 在这整个厚度 比较靠近上下的部分 它就会往里面倾斜 这样子的倾斜 我们就称作是倒角 那倒角的部分 在厚度这一个方向 距离最上面 多少的距离开始倒角呢 就是Bevel Death 这个项目 那Bevel Width 代表说 它水平方向会有多少的深度 好,那所以这边我就先 同样先N度回来 好 好,那我把深度跟宽度 这两个数字设成不一样 深度我保持0.25 那宽度我稍微加厚 加宽一点好了 用0.5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倒角会变得比较平一点的感觉 因为它的深度的 宽度的部分变成0.5 那深度的部分是0.25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它的效果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Bevel Style 这几个数字是什么 这几个东西是什么意义 好,第一个叫Straight Out 好,Straight Out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它倒角的部分是一直线 是平面的感觉 是平面的感觉 好,那这边我一样先undo回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用Straight In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的一种公字型的感觉 就是倒角的部分是突出来的 这个叫做In 好,那再接下来的Convex跟Concave 是代表它这个倒角的部分是弧形的 好,那一样我先undo 好,Concave Out 就是这个倒角是一个往外凸 Concave这个字就是外凸的意思 所以它跟Straight Out比较像 但是Straight Out这边是平面 那它这边是往外凸的弧面 那它这边是往外凸的弧面 好,那我们再来看 好,那我们再来看 Concave是代表凹下去 好,所以我们选Concave Out 那我们看到这边就变成是凹下去的感觉 好,所以Straight Out Concave Out Straight Out是平的 Convex Out是凸的 Concave Out是凹下去的 那相反的Straight In Convex In 跟Concave In 那我们又是同样一组 是这个倒角的部分是凸出来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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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 稍微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Straight Front Edge 那这个是它的倒角的部分 会突出表面出来 OK,好,所以以上是这几种不同的倒角的情况 好,好